大家看一下 我把我的桌子稍微收拾了一下 因为今天我要迎接我的新的显示器 北京难得的下雨天 这两天真的还是比较凉快 那现在我就开车去苹果店 去拿我的显示器 然后回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开箱的视频 雨下了好大呀 所以我现在把车开到楼下 然后把显示器放在楼道口 现在我去停车 希望这个过程 这个显示器不会被别人掏了 先记录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儿了 赶紧落车 热死了 虽然下着雨 但是还是很热 但加上下雨呢 就会有点闷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三个显示器 一个就是最标准的 SDR的显示器 我呢 就知道我是程序员 所以呢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就 一定要 最大的一个原因 用这个两个显示器呢 用这个两个显示器呢 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说实话 它大部分的时候会给你 一种很模糊的感觉 特别是我一直用5K的iMac显示器 所以说实话 有一点 觉得不太划算 所以这次呢 我也是 因为这个契机 去升级了 这样一个显示器 另外一个原因呢 你也可以说理由 也可以说是契机 去买这个显示器 就是最近呢 我自己做了一些vlog 都是用HDR的方式 去制作的 然后也上传到了 B站和油管 那么油管的同学们呢 应该能够感受到 就是最近 我一直反复的在上传这个视频 因为 上传之后呢 我才发现它不太好 B站呢 第一次上传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有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观感不太好 也有人说它偏红 实际上 我当时在我的这个 SDR的显示器 和我的HDR的监视器上面 都看过 而且我也在 索尼的手机上面去看过 但是我发现 我都看完了之后 在网站上面 不管是网站的问题 还是编辑码的问题 它的呈现的效果 都不是很好 然后 因为我的办公室 有一台我自己用的 也是studio display 所以这不是 我的第一台 完了暴露了 这是第二台studio display 其实我办公室的那台studio display 是同事送我的 总之在办公室 去用那个studio display 去调了简单的片段 然后上传之后 我发现在所有的平台 看上去的效果都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那么b站呢 会有点过曝 甚至我在想要不要上传 HDR的到b站 因为 他转sdr 会 非常的偏白 非常过曝 但是 油管在这一点 就做得非常好 不管怎么样吧 我尝试了很多方式 在这样一个1000尼特的 HDR的监视器上面 去调整出来的素材 我用studio display 去做一个后期的一个 校验 我觉得他 校验出来的 在各个网站上 平台上面呈现出的效果 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 那么用sdr呢 用sony的手机呢 我觉得都不太能够 得到我想要的效果 sdr就不用说了 它的色彩和高光 它基本上表现不出来 所以你只能靠猜 ok我上传一下 看一下 他是这个样子的 还不行 还得再调一下 然后再上传 再试一下 那么用sony的手机呢 sony的手机那个屏幕 虽然 也是 不错的 而且也支持 HDR 但是 sony的屏幕 毕竟相对来说 在消费者市场上面 我觉得比较小众 我用sony的手机 作为一个 事后的一个 素材的监看 我觉得 还是不错 但是上传之后 会发现有偏色 偏红 过饱和的情况 但是在 索尼的手机的 这个 显示屏上面 是不错的 所以这也表现出来 就是 HDR的视频 真的是非常难制作 你已经 尽量的 适配了 消费者的一个 终端 但是 很多的网站 它也有自己的压缩 很多的 用户 也有一些 特殊的 播放的 一些设备 你不能够做到 近三近美 或者说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 这样一个 成本 做到近三近美 而且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用一些其他的设备作为输出的参考 或多或少你能够看得出来 有比较明显的偏色或者饱和的问题 那用studio display呢 作为最终的输出的一个监看的话 如果在studio display上面显示的还不错 基本上在各大主流的视频平台 显示的也还是不错 所以从这点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studio display 最近呢 我也玩了一些新的相机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了 这样一个FDR-AX700 这个相机我一直想要做一下 它的评测的一个使用体验的视频 我最近的一些vlog呢 也都是用它拍的 特别是去天津的 我觉得这个相机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在2017年能做出这样的水平 真的还是实话实说有一点机神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在等待它出新款 因为毕竟有点老了 但是实话实说啊 一直说了很多实话说就是 用起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提前透露一下就是 如果你不是像我这样 要做一个对着自己拍的这种 所谓的要上传的vlog 你只是随便的拍拍家人记录生活 随便的上传 那么这一台呢 摄影的dv家用机真的是非常不错 即便这个机器是2017年的机器 我觉得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也是因为它 这样一个契机去拍摄了HDR 另外一个机器呢 就是大佬 Tagumi 借我玩的一个 哈苏的SWC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机器 如果你是在油管上面看这个视频的话 应该是HDR的 可以看到这个金属的闪亮的感觉 我也特别想去用这个机器去拍一拍 但是最近真的是太热了 实在是不能在外面走 等天气稍微凉快点了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久违的 接拍的一个Vlog 用这样一个哈苏的SWC去拍一下 现在呢 我在剪辑 就在这里去边剪辑 边跟大家去聊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显示器的配置 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至少在我拿到第一天 我还是觉得很兴奋 快乐的像一个30多岁的孩子 那么这边这个显示器是SDR的一个显示器 他可以看到 大部分人去看这个视频的一个效果 中间这个呢 可以支持600尼特 也可以看HDR 那么这边呢 在一个监视器 HDR的监视器 可以完整的看到HDR的所有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些视频Vlog里面去拍摄的素材 都是用HDR HLG的方式去拍摄的 只不过输出的时候 我会根据不同的平台 输出成SDR或者HDR 那么在B站呢 我发现 他传HDR视频 他转成SDR的时候 就是 如果你没有大会员 你看到这个效果 会 非常的过曝 那么在B站上面呢 你只能看到这期视频的SDR的一个效果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Vlog做HDR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毕竟我只是为了 学习他 煞黄了眼 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在B站 既展现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SDR 和比较好的HDR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研究的特别透彻 所以我会再研究一下 再试试看 那么在油管呢 油管是 展示HDR比较好的一个网站 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 转换一个大概10分钟左右的视频 要一天的时间 所以 我之前会先发布 但是先发布的话 大家看到的 是 是360P的一个SDR的一个视频 他转换的效果要比B站好 但是 还是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会等待他大概去转个12小时到24小时 我自己看到了是HDR的视频 然后我再发布出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各个网站各个平台 各个终端他对于HDR的支持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执意要做HDR的视频的话 一定会付出非常多的成本 黑豆 这个盒子实在太大了 放到你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确实不是很好放啊 只能放到这个地方 你要这里睡觉 你要小心一点啊 不要让它塌下来了 这个是有点 不稳的样子啊 你要不到里面去睡 要不就在这里 小心 不要把你砸到了啊 好吧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我正准备要去剪辑视频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